我覺得這件事比較需要嚴肅的去面對就是說 的確 如果你支持 就是如果陳時中當選 我認同黃光琴說的 週一寇就會變成背後靈 那週一寇利用了他的在媒體的這個影響力 然後不負責任的說出了很多事情 那我覺得很多事情要先反求租籍 就是如果陳時中當選的話 那週一寇以後的這個就會更囂張 第一個他就是他任意的這樣 不分青紅皂牌的批評持濟 這個我不能接受 第二個不停的說人家的這個 20年前以前這個私事 這個蔣萬在選市長 是他在選市長 又不是在選 我們又不是在選那個黃子 是不是他的血統不是重要的東西 重要是他要為台北市民帶來什麼東西 那如果真的一直要說他爸爸的私事 其實你們這些年輕的媒體工作可能不知道 我們那時候二十幾歲 一二十歲 讀書的時候 印象比較深刻 反而是那個寶寶事件 那個事情鬧很大 那當然這個是週一寇小姐傷心的過 我們也不願意再去批評 但是我覺得沒有必要一直過去去接這種 二十幾年前的這些往事 這個對台北市選市長沒有什麼正面的幫助 另外其實他也有針對這個 所謂的他到底是不是講家後代一直在做一些文章 那我們今天是在 現在又不是皇帝時代是在選黃子嗎 決定誰是什麼敵傳的這個血統嗎 今天是選民主時代 我奉勸周玉寇小姐 不要一直在活在過去的這種 這個過去的那種 皇帝時代那種迷思裡頭 他心裡是不是還很有很封建的那種朝代的思想 我覺得他自己需要好好檢討 對 週一寇最需要檢討 不過民進黨 這樣子事實上也是害民進黨 那民進黨自己也不懂得檢討 那就繼續吧 大家就是在我們攝影棚當中 現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當然我們裝在這個物化器裡頭 就可以做噴霧清消 非常的安全不會傷身體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問題 兒童孕婦也都可以使用 哪裡購買呢 只要到我們這個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可以買得到